這幾年,我們偶爾會看到有些歷史翻案 或是冷知識的文章影片 會說乾隆皇帝是蓋章 boy 或是說他是初代彈幕狂魔 更激烈的可能會罵他是國寶文物破壞狂 但乾隆 boy真的有那麼 bad嗎? 今天就讓我們來聊聊 蓋章 boy 彈幕狂人 乾隆皇帝吧! 你就可以在這個為台灣新媒體創作者打造的全新平台 獨家搶先看到許多優質的創作內容喔! hihoho 大家好,我是志祺 或許大家都會知道 乾隆的在位時間很常是清代的盛世,他好大喜功 有些人可能更進一步會知道 乾隆愛寫詩、更喜歡藝術 但更喜歡在他收藏的藝術品上蓋章和寫評論 而這樣的乾隆皇帝 就被很多人戲稱叫做蓋章boy或是彈幕狂人 卻連故宮小編都用這樣的文案來宣傳喔! 為什麼嚴肅的皇帝 會有這種好像有點淘氣的印象呢? 今天我們想要聊聊的是乾隆皇帝為什麼要蓋章 為什麼要寫彈幕 他對這個藝術品還有做過哪些誇張的事情 而文物專家們又是怎麼評價他的行為呢? 不過在看來之前,老樣子讓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有觀眾朋友是在幫公司品牌 或是各種機關單位做社群行銷的嗎? 在行銷的時候,如果要傳遞一些比較抽象、複雜 或是溝通比較專業的訊息 用實拍影片的方式,容易有各種限制 那我們推薦你,這個時候或許可以考慮用動畫來解決喔! 因為透過解釋型動畫的視覺轉化 可以讓受眾輕鬆的了解產品的功能 或是服務的價值 而形象動畫則是能夠用充滿想像力 生動有溫度的方式傳遞企業的核心價值 奠定品牌的長期影響力 那不管是什麼類型的專案 我們的簡訊設計團隊,都能夠提供完整的客製流程 從前期的企劃到視覺策略、實際執行 我們都會幫忙一條龍的規劃 量身打造最適合你的動畫素材 而此外,如果你還有其他 不論是Logo動畫、頻道片頭 或是任何動態製作的相關需求 也都歡迎來信插詢喔! 乾隆的本名是愛心絕羅紅利 身為皇帝的小孩,他的皇子教育非常早 從九歲開始,他就要學習四書、五經、練習書法 十四歲開始學創作詩文 雖然你可能會覺得,這個進度跟我不差不多嗎? 但在三百年前,能做到這樣的人很少見 而且人家是含金湯池出身的 所以他能夠掌握的資源,也不是一般人可以追上的程度 另一方面,從他爺爺康熙開始 清朝皇帝們就很積極地 把漢族的歷史和文化,納入皇室的朝廷裡面 他們本人也都很熱衷於收藏過去中國歷史上的文物 而在這種教育影響下的乾隆 對於藝術的喜愛,很早就開始萌芽 在上位之前的皇子,紅利 就已經是一個藝術品狂熱者 他手上至少有六十間的書畫收藏 從四世紀到十八世紀 包含了宋徽宗、董元、郭熙等等的藝術家 那我們可以看出,他很早就很有意識地 想要建立起一個有脈絡的藝術史收藏 可惜他的眼光不是特別好 後世學者判定這些收藏都是假的 更有趣的是,當時他對這些文物都愛護有加 跟他後來的行為相比,可說是判若良人 在皇子時期,他就開始對這些書畫作品寫下評論 但這個時候,他會先找個地方寫評論 再麻煩很會寫書法的人,幫他寫在某張紙卷 然後再把這些別人幫寫的評論,接在原本的作品旁邊 現代的學者認為,之所以要這麼費工 可能是因為他當時對自己的書法還沒什麼自信 所以需要拜託別人代筆 也不敢直接寫在作品上面,或是在作品正中央蓋章 不過,當他從紅利皇子變成乾隆皇帝之後 一切就都不一樣了 剛剛講過,當時還算是清朝盛世 作為超級強國的君主,他要搜羅各種藝術品 不僅更加容易,甚至人家會直接上攻給他 而他千方百計拿到之後,不管到手的藝術品是什麼 他們都會有個共同的命運 那就是被皇帝蓋上印章,而且最可怕的是 乾隆皇帝有超多不同的印章可以蓋 完全可以把所有的東西都蓋好蓋滿的那種多 除了那些公式上面的印章之外 乾隆還有1800多顆的印章,可以拿來蓋收藏品 光是裡面有乾隆,這種很個人logo的 就有很多不同的形狀還有變化 第二種類型則是屬於自我勉勵、心靈雞湯 或是人生座右銘的那種 例如情學好問、圖書必有緣 另外,也有一些是這個期間限定的 特別為什麼而慶祝的 像是這個八真茂念之寶 就是特別為自己的80歲生日而定制 那這邊問題就來了 他到底為什麼要弄那麼多的印章來蓋呢? 這個孜孜不倦的動力,到底是什麼? 最直接的理由,當然是滿足收藏家的佔有欲了 畢竟這些東西很多人都搶著要,今天他拿到非常得意 蓋個印章,等於就是讓大家知道 這個東西曾經被我擁有過 不過,除了滿足乾隆的佔有欲 蓋章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比較不為人知的功用 檔案管理 因此他有一些印章,其實是拿來做分類的 乾隆登記之後,除了原本自己的收藏 又再加上了家族原本珍藏 以及底下大臣們為了淘汰歡心 到處蒐集珍奇藝寶 宮裡面累積的收藏品越來越多 於是乾隆就做了一個決定 嗯,我們來盤點吧! 他命令城子們組成盤點小隊友細細的檢查藏品 確保藏品的保存狀態還有重要性 並且紀錄尺寸、年代作者 此外,他還將藝術品分成了上等、次等各種等級 按照分級決定要怎麼裝錶和收藏 最後完成了《密電珠林》和《石曲寶集》這兩本 被後世認定是研究宮廷書畫收藏非常重要的參考書 而這些作品分級好壞之後,就會被蓋上張 而有些收藏豬裡面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三顆張起跳 如果被評為是上等、次等的,更是要蓋上六顆張 裡面大概會包含像是神品、乾隆、玉蘭之寶這種印章 而乾隆建黨的方式也很特別 它不用花鳥、人物這些傳統分類 而是用個人宮殿來命名 這有點像是我們用hashtag來分類檔案一樣 只是那個時候沒有電腦,所以就通通蓋在上面 而幫它管理這個文物的人,只要一看就可以知道 噢,這個文物要放在哪裡? 而裡面最有代表性就是三溪堂 這個堂的創建,是因為乾隆11年的時候 它終於收藏到王巡的柏園鐵 還有王羲之的快雪石金鐵 以及王羨之的中秋鐵等三件東進的珍寶 要知道,當時跟東進已經距離了1300多年了 所以不管怎麼看,這些只能夠留存下來都非常珍貴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看到某個文物上面蓋了三溪堂 就可以知道,這應該是乾隆最寶貴的收藏之一 而且乾隆可說是真的用生命在喜歡這三件作品 為了跟作品產生連結,他還對這件作品做了更多的事 當我們真心覺得一個作品很讚的時候 可能會去致敬或是模仿它 對乾隆來說,這是一定要的啦! 像是他就曾經要求下屬去仿造 中國瓷器史上數一數二難燒的鬥彩激鋼杯 然後再把他的個人心得燒在仿造的乾隆激鋼杯上面 這個案例至少還不會破壞到原作 但並不是所有的作品都那麼幸運 剛剛有說到,他以前會把心得寫在別的紙上 貼在原作旁邊,這個動作叫做提拔 算是大多數藏家的正常行為 但當上皇帝之後,他就是想把自己的心得 寫在國寶的正中間跟國寶一起 這也是為什麼乾隆常被說是文物破壞狂的原因 而他收藏當中最可憐的,就是王羲之的快雪石鋳帖 快雪石鋳帖,真的是太慘了 這件作品的本身不大才28個字 但是乾隆提拔的篇幅,卻是他的27倍之多 裡面還有一些很中二的評語 像是神、神乎寄宇 然後也有一些根本就不是評語 是他自己對於政治和國家事務的想法 嗯,根本就是拿來當筆記本寫 而且他也不是只寫一次 他每年都寫,寫了50多年 自己寫不夠,還叫大成以來抒發感 想要等年紀大了,自己懶得寫的就叫別人代筆 甚至要他在旁邊畫畫 有學者認為,乾隆之所以這麼狂熱 在塗鴉快雪石鋳帖 除了因為這幅作品很珍貴 這樣做可以滿足讚有欲之外 也可能他已經把它內化成了一個個人的儀式感 在乾隆1746年的提拔當中 他有說,只要每年下初雪時 他就會在上面提字,作為吉祥的證明 那相信大家一路看下來 可能會覺得很誇張、很荒謬 完全破壞了作品的原始樣貌,有夠沒強勢 但他做的這些事情的評價,其實還滿了極的 有些後世的學者在做研究的時候 會因為文物上真的被蓋太多印章或提拔 而覺得很困擾 但也有一些學者認為,乾隆的舉動 其實也是另外一種史料 能幫助我們去理解皇帝的收藏行為 除了瘋狂的蓋印章、寫心得 乾隆還寫了四萬多首詩,並要求宮廷的畫家 以他自己寫的詩來當主題畫畫 此外,他還把自己的作品裝訂成冊 並在非夜繪製皇帝的大頭像 這個也是過去從來沒有人做過的事情 另一方面,皇帝畢竟也代表著官方說法 而他在作品旁邊,關於作品好不好、真還假的評論 也是另外一種我們理解那個時代的方式 此外,清朝滅亡之後,很多文物被破壞或不見 而他大規模的編幕造冊,也是另一種資料的記載 在進入觀點以前,我們要先謝謝大家把影片看到這裡 如果你還沒訂閱志祺七七,請記得按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才不會漏掉我們發布的影片 那這裡,我也要特別感謝志祺七七的所有會員們 有大家的支持跟贊助,我們才能持續運作這個頻道 製作更多有趣的影片,所以真的是非常謝謝大家! 那如果你願意支持我們走得更遠 歡迎點擊這個加入,或是從資訊欄的這個連結 加入我們的會員喔! 好的,那話說回來 我們看到故宮裡面有那麼多寶貴的作品 上面都被人暴力的蓋了一堆印章和提拔 一開始心情其實還滿差的 這感覺就像是你去借書、借漫畫 滿心期待打開,卻發現 貝爾寫了一大堆東西,印章蓋在正中間 而且每一頁還蓋 當我們知道,這些事情竟然是出自一位 自稱熱愛藝術的皇帝 忍不住有懷有,他其實比較像是一個缺乏品味的爆發戶 不過在看了更多研究之後,我們逐漸意識到 他可能是史上最積極表達自己 努力想讓別人知道自己在想什麼的皇帝 蓋章、提拔的動作 就像是現在大家按讚留言的感覺 從這個角度來思考,他的一舉一動 本身就是一種很特殊、很值得研究的現象 而這種超有戲劇感的特質 也難怪他總是會成為宮廷劇裡面的男主角了 好的,那影片的最後想問問大家 你對乾隆皇帝的這些動作,有什麼看法呢? 完全破壞文物,真的是沒有嘗試 B 可以理解,畢竟拿到這些東西真的很爽 C 換種角度想,他留下的痕跡也是史料的一部分 第一,好好笑,他心得有夠中二 以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歡迎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認識乾隆boy 此外,也可以點擊這個地方 看看天價藝術品以及台灣藝術家的相關影片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明晚再見囉!掰比!